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陈凯霆 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时间15日下午 抵达了华盛顿 为即将展开的第二轮贸易谈判做准备 这次以刘鹤为首的中国谈判阵容 至少新增了三名高层官员 多了谁呢 我们来看看 这次中方代表团成员来自各个主要经济部门 包括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吉哲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廖明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骏 以及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等 其中廖明、罗文和韩骏是这次谈判团的新面孔 廖明毕业于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既有海外留学经历 也具备丰富的金融实践和监管经验 是一位住宿甚多的学者型官员 而罗文和韩骏的加入被视为与中芯通讯议题有关 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表态 愿意协助中国电信大厂中芯通讯迅速恢复营运后 美中双方正在谈条件 华府暂缓制裁中芯来换取北京取消4月起 对美国农产品的加征关税措施 其实在中国代表团抵达华盛顿前 就已经有中方工作组于上周抵达美国 与美方有关部门进行密集磋商 如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率领代表团赴美谈判 加上有心血的加入 更充分体现了中国对这次磋商的高度重视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 请不评理订阅明确认不断 changerowe证明确认不断 区别 Aladdin 雪 2019 说 虚 estos 如果 �iyat 酒